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萬通國際投顧孝春仁老師 今天是6月17日禮拜五 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現 我們可以發現到 昨天指數出現大跌 那今天指數呢又出現大漲 那這一個禮拜的盤局裡面 我們仔細來看 台北股市 從禮拜一 大跌 禮拜二禮拜三上漲 到昨天大跌今天又大漲 這幾天的這一個禮拜的走勢 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的一個盤局 那會維持這種區間的盤局 那我覺得今天你常收看 我們節目的投資朋友 你會覺得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英國的一個脫歐的公投 在下個禮拜就要舉行了 所以呢 全市場目前都是偏向一個 觀望的一個心態 那之前我們跟大家講過 除了這個變數之外呢 來到7、8月份 又是整個台股除權除息的旺季 所以呢指數再怎麼樣都有被蒸發的一個效應 所以呢台股短期間在這波的走勢裡面 要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攻擊 目前看不到 所以呢最好的走勢 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的盤局 那這個區間的盤局呢 能不能維持一個比較強勢的一個整理 我覺得前幾天我們就跟大家講 重要的觀察重點在於匯率 我們稍微看一下匯率 從新台幣匯率的一個表現面 你可以發現到 近期匯率的走勢裡面 並沒有讓我們看到 出現什麼大貶 而是之前呢 升多貶值之後呢 之前來到5月份的時候 又一路的升值 那近期呢就是維持 升多的一個區間 好 那只要新台幣匯率呢 能夠維持在一個升值的趨勢的話 我想外資的資金就不會外流 台股就有機會 維持在一個比較強勢的整理 尤其昨天美國的聯準會 會議決策之後 葉倫的一個談話 很明確的表明 就說今年只有一次的升值 那因為他考量到整個英國脫歐的議題 以及國內 美國國內的經濟的一個變數 所以呢在這個時間點呢 美國呢不會貿然的去做升值的動作 那既然今年呢 美國只有一次升值的話 那7月份的升值機率也不大了 所以呢 很有機會是落在今年的年底 那這個地方會造成 美元沒有辦法持續走強 所以呢 亞洲貨幣 貨幣 匯率升值的趨勢 它就不會變 那這對整個台北股市呢 會相對的比較有利 那重點是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下個禮拜的英國脫歐的公投 到底要怎麼去看這個牌 那我們來去做一個模擬的一個走勢 如果說 英國脫歐沒有成功 好 那近期國際股市的整理 到時候一定會出現一個很明顯的 最多的一個拉抬 但是重點是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如果英國脫歐是成功的 那這地方會造成什麼樣的變化 我覺得當英國脫歐成功的話 短期間 這地方你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 英國脫歐之後呢 它有兩年的緩衝期 並不是說 公投結束之後 要贊成脫離歐洲了 歐盟了 那這地方就馬上脫離 沒有 它未來會有兩年的緩衝期 這兩年緩衝期呢 英國要跟歐盟呢 達成很多項的一些協議戰 所以呢 當整個英國如果說真的脫歐成功的話 當然對全球的經濟未來會有一些影響性 但是因為它有兩年的緩衝期的情況之下 反而這地方會不會有短線利空出境 反而短線稍微有一些反彈 那我倒是覺得如果說有出現這樣的走勢的話 可能投資朋友在近期的表現裡面 震盪盤局裡面 你千萬不要隨便去亂放空 因為你從周線的角度你就可以發現到 台北股市呢 在這波周線的角度裡面 這個禮拜 雖然指數需走一個區間 可是呢 在周線上面呢 很明顯發現到 台北股市在這個禮拜的周線 它流出了一個長的下影線 也就是說當流出長的下影線 代表著說 這個禮拜你去做放空的 這個禮拜你看空的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你都討不到什麼太大的便宜 所以呢 反而這個盤到這個時間點 你要懂得去掌握好的股票 有本質的股票 你從我們近期整個 像是漢威科 被荷蘭廠商艾斯莫爾收購 像是美光去收購華雅科 都可以發現到 其實這都代表說 台北股市裡面的本益 比實在是太低了 好的公司都會被收購走 所以我覺得 這地方反而會在 對整個 台北股市的股民 是一個警訊 當那個低檔到的時候 你不買 反而會非常可惜 所以呢 像當初漢威科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記得當初 我們跟大家預告的時候 是在920幾塊 當時的股價還沒有發動過半年限 反而這波的走勢裡面 一路漲到年限之後 再加上利多一出龍 他在直接跳空 在大漲 所以從920幾塊來到130幾塊的時候 1300多塊的時候 920到1300多塊 各位 這個獲利空間 將近快達到五成 那當然這種比較 屬於那種大資金 買進的股票 如果你資金比較小的呢 當初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也送給各位一檔個股 當時17塊半的時候 我們送給各位紅塑 結果這類型的個股 也是一路的往上攻 來到30塊多 那這代表說 這波的公式裡面 一個波段的走勢 最起碼 你就有六成以上的空間 如果你錯失了 這兩檔個股的話 各位 之前我們建議大家 買進了20塊錢的台新科 同樣短短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讓你看到 有兩成以上的空間 比方說 像今天比較強的 遊戲軟體的個股 宇峻 35塊買進的 來到43塊以上 我建議你賣出 今天就算大漲 我們的資金都賣在高點 所以這波的走勢裡面 也是短短一個禮拜的時間 都有25%的空間 所以呢 你要懂得說 利用這種震盪的盤局裡面 趕快去掌握好的股票 先去做低階 掌握整個法人 買進的那個時間點 跟著進場去買 你才有做價的機會 所以如果說 你這個時間 掌握不到股票的 這種震盤盤局 你沒辦法去掌握 後面的潛力股的 好 那各位 沒有關係 後面呢 我倒是認為說 有一些Type-C的概念個股 它在這個時間點 它是有機會去走輪動的 而且其中有一檔個股 從4月份5月的營收來看 都連續 連續年成長 將近有20到50以上 所以呢 下一檔 具有潛力的 波段型的股票 這個地方 今天 你打電話進來 下個禮拜一 我帶你進場去買 好不好 下個禮拜一 我帶你進場去買 而且那個買點 我要讓你 掌握市場上 法人買進的成本 重要的一個買點區 所以呢 今天如果說你認同 我們操作的 法人操盤市 今天只要6888 這個方案呢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認同我們操作的 歡迎各位 打電話進來 加入我們的 法人操盤市 下個禮拜 我幫你掌握 盤面上面 最具潛力 而且最具有 合併題材的一些個股呢 這邊我要開始 帶你去做 DJ的動作 謝謝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 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Cyber